Hello 大家好 猜猜我现在在哪 我们现在就在中国商飞的机库里面 我身后的这架就是全球首架C919飞机 明天即将交付中国东方航空 一会儿我带你们进上飞机看一下 全球首架的飞机里面长什么样 走 跟着我的镜头 走 现在就站在中国商飞的全球首架C919飞机上 我们这架飞机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 全球首架的字样 然后交给的客户是东航 然后刚才我们在飞机里面简单的参观了一下 其实就是非常标准的单通道步局 然后投转舱座椅是22 然后经济舱座椅是33 我们进去看一看 其实在919的驾驶舱里面 我拍过很多次了 但是因为没有交过客户 我们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这个驾驶舱的那个样子 现在可以看得到 其实是有4个特别大的液晶屏 非常非常大 大的让你超乎想象 然后也是传统的和电传操纵系统的布局 这边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操纵手柄 就是到时候和有一个 这一拉杆拉出来 然后就是驾驶舱的操控 对 这里面看还有一个键盘 这个我就不拉了 不影响它的飞机安全啊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飞机的操控手柄 这里面还有两个液晶屏 这是油门杆 然后这是最最早的时候我问过380的一个飞行员 我说这个是什么 因为是很先进东西 然后380的飞行员直接跟我说 放手的 很简单 然后这个是减速板 减速板错错错错了 这是紧翼 这个是前轮的 这是溪流刹车 然后我们停拼飞飞的时候 之前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讲过 这两个地方是踩的时候 是作为刹车和登舵使用的 这上面的是我们非常简洁的那个操控板 这个板上面基本上 就和我们之前看过飞机的地方不一样 就没有任何小窍牌关 就按钮特别简洁 非常干净 咱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C919大飞机的驾驶舱 看完以后特别想当飞女员 你觉得呢 这是C919的头等舱 头等舱的座椅 和东航之前现在新的A350 包括787的座椅的颜色布局是统一的 颜色比较喜欢 就是它是米色系 看着很舒服 就不会很累 然后这些座椅 就是基本都是机械控制 都是电动的 就是普养啊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 可以看到充电 USB充电 现在都是新飞机的标配了 然后这个是 它的饮水 饮水架 然后前面的座椅 然后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就是头颤舱的第一排的座椅 然后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下我们的灯光 其实对 感觉感觉感受一下我们的灯光 这是巡航 巡航状态 早餐现在吃了 在这个地方操控 全中文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全中文的模式啊 现在就是坐在中国商费的首架C919飞机上 就是我们在经济舱的第一排 看这个座椅宽度 非常舒适 然后前后距离第一排 第一排享受的这个是特殊的一个 比较宽敞 但是你看这个座椅这个间距 它是很舒服的 现在我们就走在C919飞机的客舱 它整个客舱 是就这种灰色布局 就是我最喜欢的两种颜色之一 一个是米色 一个是灰色 黑色的好处就是 在坐的飞机里面 你会很想睡觉 比较舒服 来展示一下行李架 这个挺好的 我这个高度能直接看到底啊 然后这个是它的厨房 C919的厨房 新飞机的味道正好闻 咖啡壶 然后就是我们的C919飞机的厕所 这个椅子的攀度还是很适合的 就是前面有至少有两全身 然后我这个身高 坐这完全没有问题 脚架起来也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小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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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扣 这个挺好的 然后放放 这个 这个很好 你发现没 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杯架扣是放在这儿 你杯子很容易倒 吃饭的时候很容易倒 我们拉下来 就可以放 身长 然后就可以放杯子 这样吃饭也不影响 这个设计很好 很花心思 它先飞机很多这个 包括这个里面放书 放书报 它写的书报专用 其实很 我 我有一个小妙招 放iPad 给插到里面 挺好的 座椅很宽 我觉得这个舒适度是非常可疑的 选择这个 东方选择这款 座椅的长后 你看 尤其它这个地方这么薄 不到一只长了 很薄 舒适感还可以 但是这个整套是可以这么折叠 直接以后再往躺上来 上下也可以 它就很方便的 希望有机会早点坐一下 这个座椅的第一排和这两排 是应急通道最宽敞的地方 前面是第一排 然后这两排是应急通道 是整个飞机最宽敞的地方 这个最宽敞的地方 那个飞机的座位号是多少呢 记住啊 看它上面 39 和40 这两个 这两排座椅 大家选的时候呢 就是整架飞机最宽敞的部分 所以坐 C919飞机 东航C919飞机 一定要记得选这两排座椅 今天的C919开箱到此结束 拜拜